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請... 游眼 一樣不用睡 想起上來不驚不覺我下街睡了也有四五年 孤零零一個人睡在街上也不是說不淒涼 不過想到遠又有什麼用 全香港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睡街 聽說阿發,他以前在工廠做的 後來被機器弄斷了一隻手,就變成沒得撈 在香港無親無故,入老人院又未夠老 現在只是靠每個月二百元救濟金來過日 幸好他這份人都多樂觀,不是都多難捱 是,還有些人因為以前住的舊樓要拆 新樓的屋租又比不起,就唯有撿壞包袱 走到那裏就睡到那裏咯 還有些根本自己就是癡癡的 人家怎麼肯和他住在一起呢 終於不是要蹲街 有些人自己也有病,家人也嫌棄 啊,是這樣啦 正所謂狗病無孝子 有兒有女又怎樣啊 不是一樣要睡街 當然,有很多是因為方便工作才情願睡街的 好似這些孤雷大哥那樣,睡在這裏 都無非方便人家找他們開工的 不過也有很多是自甘墮落的 他們因為吸毒和家人住不方便 所以情願自己流浪街頭 也都有一些做慣乞兒的 懶做官的大種乞兒 情願日頭是垃圾堆收拾東西 晚上睡街,都不願回家住 有些雖然是睡街 不過也挺自得其樂的 還有些就算做乞兒 都當正自己是皇帝 啊,想回我自己 二十多年前我剛剛在鄉下下來 以為有大把世界 誰知道 攔來攔去 都是同樣的 跟人家打一份牛工 做到心都淡了 後來在一間茶居做樓面 本來做得好地地 後來這間店又倒閉了一顆 這麼大年紀 又沒有一技之長 手上一份工作都挺難的 本來我有兩個妹妹在香港 我可以去找他們 不過後來想想 他們是自己投家 啊,煩惱已經夠多了 住的地方又小 如果我去跟他們住 真是叫他們難做的 都是自己找一間公義仔住就算了 什麼事啊? 搜查啊 我住在樓上公園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枝龍牛 多少歲? 六十年啊 買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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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這間公寓的環境真是窄 白粉佬,大賊,北都有 整天失驚無神,就有警察上來抓人 上樓梯,隨時被人折著抄身 煩都煩死了,都是要搬 唉,周圍好些的地方 租金也不貴,有事做的時候都難頂 何況現在失意 今天最壞都是翼腳不爭氣 台又不可以,擔又不可以 連上幾級樓梯都不可以 找了這麼久都找不到一道地方先蹲著 唉,但是我下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那天剛剛回風,我縮樓在九龍城龍江 一同樓梯口裡,冷到手腳都硬了 後來幸好在附近街邊睡開的傳宿 好心叫我馬上去睡 不好意思的 不要緊的,白,我叫你來這裡睡 不要緊的,我約眠看嘛 開個洞 就這樣,謝謝你 我站起來 我那個布毽再留在那裡 我練得多了 我當時都冷到不懂得動, 又這麼睏 所以隨便攝住就算了 到後來才知道 原來要用報紙前後包著貼身才亂 這樣也好, 又學會了一種取暖方法 從那晚起, 我就開始睡街了 我們睡的地方, 是在一間店前面 所以慢慢等到店鋪關門休息之後 才可以放回自己當攤來睡覺 早上又要趁店鋪還沒開門之前 收拾好東西, 放在一邊, 真是麻煩 不過麻煩一點也要的 因為試過有一次, 可能我們沒有放好東西 然後我們自己就走開了 到回來的時候, 發覺那些東西不見了 都不知道是因為左階被警察搬走了 還是被人偷了 天寒地冬, 沒有了衣服和地 真是夠慘了 後來幸好得街坊很深 給衣服我們才沒有那麼淒涼 現在這裡有衣服給你 謝謝老闆, 錢多謝萬一千 好多得山, 好多得山 好多, 今晚都要睡了 這麼多 天氣這麼冷, 全叔身子有藥 有辦法不生病 其實我們睡街的, 真是情願死都不好病 一方面自己辛苦 第二方面有婦女人 去看私家醫生, 當然是沒有錢 就算肯去公立醫院 或者診所排長龍體佳證 都要自己走得去才行 每次要人服侍, 這樣就夠麻煩 靜靜熱熱, 套嚴, 骯髒難途 有時候想想想想如果有一個家 和家人住就不用這麼淒涼 本來我的老婆子女ili不可他們在鄉下 有时我的心情真的很矛盾 我虽然很想着他们 但是我们怎么叫他们来香港呢 连自己住在哪里都不敢说给他们听 探影响呢 就算是在香港那两个妹 我都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现在睡街的 不要失去他们的面子 今天在街边捡到个心机仔 看看响不响的 真好 有大戏厅 我以前都落过班的 不过后来打仗的时候 打断了脚才没戏做的 我从九龙城龙江道 搬来柏南街已经有两年多了 自从那次被人插庄嫁和 拉去坐监之后 就一直得到福利处的救济 都可以算得是有幸有不幸 每个月300元的救济金 虽然算是很多 住高楼大厦就没份了 但是足够我维持生活 现在我假假的都有一张尼龙床 不用打地铺 每天早上起床就去附近公厨洗面 其实怒宿者无论大小便 甚至洗凉都可以来公厨 这里又方便又不花钱 冬天又热水 不光顺就笨了 洗完面之后 我多数在附近四周围走下 撿回一两张报纸 你得翻草莓慢慢弹 放鬆 人家都起了身了 雖然我現在睡在這間店 暫時又沒有人做生意 雖然我都不用像以前那樣 招賊萬行那麼麻煩 不過我每天不出去之前 都習慣修好那些被鋪 免得被人順手牽揚 就哭都無謂 不要以為躺在街上就什麼事都沒有 有些賊仔都很喜歡打露宿者的主意 不過他們都不是那麼容易落手 有些人雖然躺在街邊 但是就用木板、郵報搭起遺實 好像整間屋一樣 想偷他們的東西都挺難 還有些在鬥口附近 或者床牙底周圍都有工藏 可能在這裏 收了一些斧頭、刀都還沒頂 立暖走過去 動一下命都沒有 不過我就沒那麼緊張 這樣我全副身家 最貴都是只有張床和皮 用紙皮圍實綁著一下就可以了 我現在每個月最開心 就是剛剛去拿完救濟金的時候 拿錢的地方 就是在九龍城一間油谷那裏 那裏 就是以前我睡的那裏對面 所以我每次拿完錢 就一定去跟舊街坊打招呼 就一定去跟舊街坊打招呼 拿走舊祭金 手頭鬆動很多 就去歎一下 附近那間茶樓的點心都不頑 早上去沖回桃梨 探一盅兩劍 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豆腐煮魚 下午和晚上高兩餐 我多數會大排檔 叫做豆腐煮魚 臨臨的挺好的 我沒有牙都可以吃得 咬完我還喜歡探幾兩媽精 不過如果沒錢的時候 唯有紮炮 但是有些殘廢的 呢 好像這個婆娘一樣 又濃又猛 怎麼走得出去找吃呢 幸好 每天都有福利機構的人 送飯來給她吃 那些街坊又幫忙照顧她 那她才可以捱得下去 有些人就不像我這樣 下下上茶樓 或者去大排檔 又不像那個婆娘一樣 有人送飯給她 她們多數就在街邊煮東西吃 又有些人喜歡幾個人急拜 一人出三兩元 自己買菜自己煮 有時候還煮湯 看她們大家坐在一起吃得多開心 還請來去探她們的朋友 一起吃 咦 這個伯伯都像我這樣 好喝幾兩 哇 還有這麼多貓、貓、狗、狗 那些貓、狗都吃得多開心 平時我吃飽沒東西做 都喜歡周圍看 有時候會看到很多東西 咦 那些人做什麼呢 哦 原來在這裡下棋 多可愛 有很多睡街的跟我一樣 好像獨行俠一樣 我行我素 也有很多為了方便大家互相照顧 所以喜歡住在一起 好似這裡天橋底 地方雖然是小小 其實是可以睡很多人的 不過現在日頭這班人 每個人都出了賺食而已 他們都很懂利用地方收藏 他們的床鋪、皮脊 平時的人在旁邊走過 或者是坐車經過 都不容易發現得到的 還有這裡 還有這裡 還有對面這裡 都是很多露宿者的集中地 平時只有幾個阿伯在那裡聊天 睡在這裡的人 多數日頭都要上班 他們有些在船廠產七 有些是做孤雷 有些是做看工 小販 或者其他的散工 平時都是早出晚歸 床鋪、皮脊 就這樣放在一邊就算了 不過到晚上的人都回來了 就會比較熱鬧些 看他們的樣子 都挺喜歡現在 這種露宿街頭的生活 就這樣唱什麼 我以前聽人說過 如果露宿者不喜歡去睡街 就可以去那間叫 什麼露宿者之家那裡睡的 聽說那裡設備不錯 有床位、皮鋪、廁所 還有茶水供應 凡是过了50岁的男人 或者任何年纪的女人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 都可以进去登记 每晚6点之后 如果有空就可以去睡了 有时老人家家又小 又多人住不下 所以晚黑就带上孙子去老宿者之间 那是个办法 不过那到晚上10点就关门 不准人出入 第二早早8点之前就要离开 又不准人带随身行李进去 那人家的东西放在哪里 都是不肯的 而且老宿者之家 虽然是有瓦遮头 但是始终都不是自己的家 好像这些有那么多床铺被直的老宿者 又或者是 这些随身带上全副身家 走到哪里睡到哪里的流浪汉 就更加不方他们会去住 有很多睡街的 只是日求两餐 夜求一宿就算 睡哪里都没算 所以他们很多人 明知道有些政府屋邨 都不想进去住 免得麻烦 不过他们不想住 我就想进去住 怎么也有个家好一点 最近福利署的阿sir 好心帮我房屋署 申请什么 恩书骰致 上个星期 房屋署的人 还约我去见 明天 是烧牛啊 是 请坐 早晨 梁小姐 请你拿你的身份证出来 希望这次可以成功 有房屋住就好了 唉 有头毛 就有谁想做辣躲啊 难道真是做乖乱 懒做官 一生都蹲街好吗 你不想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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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想着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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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